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兼行會成員的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在今天凌晨時份在Facebook發布了一條短片 在這條短片中 張大議員主要回應老蕭蕭若元在網上的言論 他就說收到業界跟他投訴 說聽到蕭若元在網上說 如果他們支持張宇人的話 就會認為他們是藍店 這件事當然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蕭先生說要搞一些調查 到底你是藍店還是黃店 這是很普通的事 等同民調一樣 但是張大議員就說 那些店舖就擔心 如果不是黃店的話 就會被裝修 這些很明顯就是過份演繹 根本上老蕭在他的節目裏頭 完全就沒有提過什麼裝修的東西 老蕭一直都是不同意幫那些店舖裝修 如果你有聽開他的節目的話 你就不能夠這樣 把一些不是他所說的東西 或者他所想的東西 就加豬在別人的口 那時候沒有這樣說過 甚至乎都沒有這樣想過 老蕭自己本身都是身受其害 為什麼 因為曾經有一些不知道什麼的KOL 就走去腦鬱 老蕭旗下的店舖是藍店 然後就想發動一些手足 煽動一些手足 去裝修老蕭的店舖 當然後來老蕭就是澄清了 又踢爆了這些陰謀 所以 才沒事 根本老蕭在他的節目裏 就沒有鼓吹過 或者沒有煽動過那些手足 去搞裝修 你就不能夠純粹因為人家去調查 那個店舖是黃店還是藍店 就等於是暗示著 或者意味著 不是黃店就會被裝修 這個沒有邏輯的 這些東西是 剛剛 而且 了解別人的政治取態 是純粹和理非的行為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真的有些人員去你店舖查問你的取態的時候 你作為店舖的老闆 大可以撒走他 可以不回答 更何況身為一家藍店 應該是 偉大光榮正確才是 怎會不夠膽認 我又不明白 不用怕什麼裝修 難道 中庭耀那間 香港民意研究所 隨機打電話給市民 作出民意調查的時候 市民的電話 響起 對方就問你 喂 到底你給林鄭 那個 評分是多少 難道市民回答他100分 他馬上就會遭到私了 馬上 他的店舖會遭到裝修 不會的 你不能夠這樣 自己想完的事 就偷在別人身上 至於 民建聯的葛佩帆大博士 更好笑 他就說 老蕭的言論 不但懷疑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更加可能涉嫌恐嚇 為什麼呢 因為 市民打開門口做生意 沒有分顏色 但是老蕭就明目張膽逼人表態 可能會令 表態的小商戶 承擔嚴重的後果 我真的不理解 你說他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純粹去那些食店查詢 問人家到底是黃店還是藍店 這些行為 其實有些熱心市民一早都有做 如果不是那些黃藍食店地圖 怎樣得來的 當然是有人去做了一些基本的調查研究 難道那些又違反選舉條例 真是沒有譜 更何況 張宇人大議員 在他回應的短片當中 他自己也說到 說根本上都未曾考慮 是否參選 是否競逐連任 因為他就說在業界也有很多工作 而且他自己年紀也有回不上 其實他也70歲 再選就做到74 可能他今屆也要退休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指控是怎樣成立的 最後張宇人大議員 在他的短片當中 向他的潛在對手 公民黨的林瑞華 哭哭 他就說 不是你入得公民黨 就一定你代表非建制派去參選 可能你真正的對手是蕭生 我又不覺得老蕭會去參選 他搞這些事 就不是為了自己去選 我相信 說出這一番的說話 難免就被人覺得是有些小器 和是小人之心 獨君子之福 老蕭大人大者 用鬼損 他在網上說話更好 更大影響力 對於飲食界這些功能界別的議席 我想他也未必後 接著就想說下關於機場的盛況 日本在昨晚宣布了 將會在星期一的時候 對香港實施入境管制的措施 暫時停止 香港的免簽安排 而且 香港的旅客就算去到也好 都要困在旅館或酒店十四天 在這個情形下 就造就了大批旅客 要趕搭尾班機 去日本旅遊 大批記者就在機場等候這些旅客 紛紛上前問他們 到了這個關鍵時刻 為何還要 挺而走險 去日本旅遊 那些人通常都是兩三個原因 就說 買了機票 訂了酒店 免得取消 取消不了機票 這個原因也挺過癮的 那些爛鬼機票 來回千多元 如果取消不了 其實還可以拿回 百二元的機場稅 以及 所謂 三跑的建設費 這些是可以退的 當然有些費用不可以退 有些機票廉航 那些就是不可以退票 但是都是千多二千元 是不是 原來你的價值就是那千多二千元 而且酒店的話 日本絕大部分酒店都不用線上 是付錢的 通常就去到現場的 Reception 才付 這些都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好了 另一個最多人說的原因就是 就是 請了大駕 不能夠取消 不能夠取消 你就在家睡覺 是不是 就是要爛街 不如索性就承認一件事 你其實就很想去旅遊 非常野性 而且香港做奴隸做得久了 所以就要去日本呼吸一下 新鮮空氣 攤頭幾天 這樣就更好 不用找那麼多藉口 又買機票 又訂酒店 又放大家 好了 這個航空業界 其實已經進入了冰河時期 日本方面的旅客就將會大幅減少 韓國那些就已經大幅減少了 來往中國的航班更加大減了九成 很多航空從業員 其實都是面對著一個開工不足的情況 甚至乎 停身留職 更甚的 就是被炒油 這個港航簡直就是 航空業界的表表者 上個月就已經宣佈了 要裁員 400人 相當於整體員工的一成 而且 有些機艙的服務員 在今天開始 已經陸續收到解僱通知 暫時涉及150至180多 另外 有一組停機坪的團隊 亦被解散 這還未止 這個港航簡直就是出類拔稅 根據他們的內部電郵所說 要向一些員工推銷 機上的用品 包括 玻璃杯 碗碟 刀叉 餐酒 甚至是蒸籠 托盤 以至是環保袋 飛機模型 什麼都可以賣 好像開夜冷泡 沒有 沒有水 沒財 所以連幾元都要收拾 據部分員工了解 有些貨品 是二手貨 餐具有乘客用過 這真是挺搞笑的 酒樓、財源都不會叫自己的樓面之客 買回酒樓的用具、筷子杯、刀叉碟 比較奇怪 到底這個促使活動 賣什麼呢 原來有一個清單 包括了咖啡杯 賣6元一隻 沙律碗賣9元一隻 鹽鴉 和胡椒鴉 賣3元 牛油碟 賣3元 也有港行標誌 還有花生碟 賣4元 餐刀 2元 餐叉 2元 湯匙 2元 池匙 賣2元 連2元都要收拾 2元、3元、4元 其實那些 機倉服務員 或港行其他地勤職員 看見你這個清單會不會賣 這些全部的乘客用過 一定 不是全新的 餐具的東西 2元、2元 你都想收拾 哈哈哈 這個港行是不是 嚴峻得那麼厲害 這個情況 哦 這些東西都拿出來賣 我真的很懷疑 港行向自己的員工 搞這些 速消活動 真的有多少人會買呢 我估計就是 制銷居多 這些東西是哪人偷的 送都沒必要 每個人都用過了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